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高手亮海 我是高春潘詩詩大亨 我們今天特別給大家一個小建議 你可以趕快點擊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進入我們的頻道 訂閱大亨老師的官方頻道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的第一手資訊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每個禮拜的最新解盤囉 當然你也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直接叫我們Lite群 Lite 對 加入我們Lite的時候 我們每天早上盤前的資訊 以及盤後的資訊我都會在上面公布 你也可以直接搜尋小老鼠絕樓爸BYOBD 當然還有一個最好的建議 就是你可以直接報導我們的服務專信 0277251500 你就有機會可以跟老師做一個 熱線你和我的專線動作喔 那這個建議你聽進去了嗎 聽進去趕快動作吧 好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要趕快加入 趕快做這些動作 因為你看我們在8月20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什麼 矽光子股票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在8月20號那時候就已經有加入我們的Lite Lite群組的話 你就一定可以看到這張圖 那看得到這張圖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股票 那如果你有這些股票 你來看今天的收盤價 我們看它的表現有沒有 至少都有14%以上的漲幅 最好的都有到84% 所以不管你選哪一檔股票 你都可以賺錢 而這些資訊都是不用錢的 只要你加入我們的Lite群組都可以獲得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一定要在事前 趕快建議你要趕快做個動作喔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這張圖表 趕快掃描QR Code 趕快加入我們的社群 你都可以收到這些資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今天的解盤 今天我們到了禮拜三的結尾 今天是棋子結算 棋子結算之後 禮拜四迎來的就是我們台股的大師喔 對 台積電的法說 大力廣的法說 當然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的ETF都要進行出席喔 尤其是0056 有0056的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我有跟大家講一下 你有沒有0056 對你有喔 你有存股喔 大家都很喜歡存0056 所以你有存股 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講 欸這次0056的佩奇 你滿不滿意 你覺得如何 然後再來 禮拜四還有歐洲的央行決策會議 歐洲央行決策會議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次降息的循環 美國的降息反而在歐洲央行之後 所以歐洲央行決策 反而變成了美國降息的一個風向球 所以歐洲央行決議為什麼會如此重要 加上美國零售銷售數據 會在當天公布 美國的GDP佔比中 消費的比例佔了七成 所以零售銷售數據也是相當重要的資訊 這也是為什麼會跟你說禮拜四大事連連到禮拜五可能都會影響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禮拜四禮拜五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禮拜四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星宇航空抽籤的最後一天啊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為什麼我要告訴你星宇航空要去抽籤 因為星宇航空有沒有看到它的九月營收年幀率來到多少 61.58% 星宇航空它的表現是四大航空裡面表現最好的 但是你會說月增率其實它月增率也沒有表現得多好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九月為什麼月增率不好 我知道 誒知道為什麼 因為放暑假結束了 對暑假結束了嘛 所以學生不出國了 開始營收進入淡季 觀光的淡季 九月當然營收月增率會下降啊 但是十月十一月有日本的楓葉季 十二月一月大家會去玩雪 營收還是有機會往上 所以我們要跟去年做比較 而不要跟上個月做比較 因為觀光業的季節變動性太大了 所以我推薦大家 誒你看星宇航空61.58% 這一檔股票 大家趕快動動你的手指去抽吧 那抽籤的資訊在這邊公布給大家 大家可以暫停一下 結個圖或是去網路上搜尋 這邊都可以給你看一下 還有今天的股市大亨秀也有說明 對股市大亨秀 我也有跟大家講說抽籤要注意什麼 抽籤有什麼 你需要可能稍微自己要小心一點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去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亨秀 不要錯過 好那接下來我們今天講到市場上的重點 叫做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意外洩漏的財報 他這次洩漏財報的數字 讓大家有一點稍微嚇到市場 哇天啊怎麼那麼差 造成了昨天的費城半導體 跌幅來到5%以上 其實他原本公布財報是要在今天晚上 結果昨天晚上意外洩漏 造成大家 他自己還可以大家說什麼 我們技術出問題了 大家不要打錯朋友看到就好 就真的就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他們自己技術出問題 那當然我也必須跟大家說 不管是今天晚上公布還是昨天晚上公布 其實就是會公布 那這個不管是今天跌還是昨天跌 就是會跌嘛 那其實事前跌事後跌都是會跌的時候 你也不用去做過多的做擔心 那這不用過多做擔心 主要就是因為訂單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訂單數字 實際上只有26.3億的歐元 可是預估是53.9億歐元 這個數字真的差太多了 他比預估的數字少了二分之以上 才是造成艾斯摩爾崩跌的主要原因 再加上2025年的營收數字的預估 下修到了上次預估的下源 甚至還比市場預估的還要低的時候 才會造成這次艾斯摩爾財報意外洩漏 才會造成崩跌 那當然很多人就問說 那艾斯摩爾財報這麼差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半導體走勢 甚至台積電的走勢 其實我告訴大家不用擔心 台積電法術你只要看這六大面向 這六大面向如果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有好的地方 如果能夠相抵消他們不好的地方 那當然對台積電股市還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先來看這六大面向到底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2奈米的測試進度 那2奈米測試進度就是因為 去年3奈米今年3奈米明年還是3奈米 3奈米已經用的有點久了 所以大家可能會著重在2奈米的進度 第三季的財報本來就是每次法術會 財報就會是重點 那後續的財測也會是大家看的重點 再來這次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說 對手外包給台積電 有沒有記得英特爾說他要放棄他的製程 要包給台積電 再像Google也要放棄給三星代工 所以他也會給台積電 所以這次很多的客戶都找台積電做代工 那台積電有沒有辦法消化這次的產能 面對對手外包給他的一些產能 有沒有辦法持續做產出 也是這次法術會的可能會有重點 那再來我們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 工業電價要調漲了 尤其半導體也是工業電價的一環 所以工業電價調漲台積電有沒有因應的對策 他會不會對他們的客戶做漲價的動作 也是這一次可能討論的重點 再來先進封裝 COS產能吃緊 這已經討論很久了 所以這孩子會問 資本支出到底怎麼樣 以及後續的擴廠計畫 還有最後其他可能提及的面向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那說到擴廠計畫 我們來看看台積電在全球有什麼擴廠 有沒有 熊本 亞利桑那 德國廠 這是近期都會討論的 就是他們紅 我紅色的部分 就是他們現在還在討論的 還在討論後續 目前都還沒有建廠 都還沒有生產的部分 那熊本一場已經投入生產了 海外第一場 南京場 上海場都投入生產 所以目前其實最主要 台積電生產的地方都還是在台灣 所以後續有沒有辦法擴廠順利 都會是這次法術會的重點 大家一定要關注 那我這邊特別提供給大家一些 台積電 COVOS跟FOP相關的個股去做參考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提起泛紅海集團呢 就是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紅海跟大家說 他要在印度設立封測大廠 那這設立封測大廠有沒有機會帶動其他的 半導體產業進到印度 那也可以去看 所以我這邊特別給大家一個叫泛紅海集團 他們是設備股跟一些FOP相關概念股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些股價有沒有什麼值得 你可以投資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最後講到經濟面 目前美國談的叫什麼 叫做不著陸 不著陸的現象就是跟 硬著陸跟軟著陸兩個有相互的差別 那不著陸代表是 經濟情形還是非常的旺盛 通貨膨脹還是非常的強 所以失業率也會降到相對低點 成長沒有那麼快的情況下 降息可能都會討論到不降息 像原本預計說今年會降息六次 就討論到變五次 到變四次 甚至討論到變三次 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像今年11月原本說要降息兩次 結果變成降息一次 會不會變成連12月都不降息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著陸的話 資金不寬鬆的話 股市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反應 大家要記住 所以我跟大家解一下台股 大家都會說台積電法說之後 台股有沒有機會再度更高 但我要告訴大家 真的有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台積電七次的法說 其實有五次都是下跌的 所以很容易壓抑指數的表現 但是我要告訴你 雖然七次法說有五次下跌 但是那五次之中其他的各股表現是很好的 所以我告訴你選股不選市 選股不選市 你一定要選對的股票 我剛剛給大家很多的股票去做參考 那你真的不知道怎麼選股 請你一定要來找我 最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選股 請你掃QR Code加入我們的Light 搜尋小老鼠968BYUVD 或是撥打我們的服務專線 02-7725-1500 你直接跟我做聯絡 我就會告訴你怎麼選股 怎麼跳到好的股票 怎麼在對的時間點 買到最後的股票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 搜尋我們其他社群 搜尋我們Light 就可以跟我聯絡囉 那大家 我們今天的節盤到這邊為止 大家操作順利 事實順心 大家掰掰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